这一名校长竟然拿刀来学校 学生人都吓了一跳 校长以前是三铁运动员 他却用三铁技术对付学生和老师 一 扔牵球 用来吓唬老师 二 扔铁饼 只见他拽住女生的小辫子 直接转了五圈 再扔出去 三 投标枪 学生直接被他投了出去 校长在学校这么暴力 根本没有学生干扰他 然而 学校来了一名一年级的天才小学生 要与他正面对决 老师出了一道难题 没想到 小女孩却秒回答 她叫马蒂 智商堪比课男 半岁就会写自己的名字 两岁就学会自己书写 三岁就会穿意打扮 四岁呢 就会做美食 而他最大的乐趣就是看书 有着过目不忘的能力 才六岁就进度完了大学的课程 而马蒂的父母却不给力 重男轻女很严重 他们喜欢儿子 马蒂刚出生 从医院回家时 就被老爸随手丢进了后备厢 路上老爸飘一家衰尾 马蒂跟坐过山车一样 更过分的是都到家了 直接把他放在车里 这么不靠谱的父母 他只能学会自力更生 四岁时开始做美食 鸡蛋米粉搅拌 给自己做一个美味的松饼蛋糕 吃饭时呢 还放插一朵小花 这样才有情调 马蒂特别爱看书 把家里能看的杂志都看完了 晚上他战战兢兢问老爸 能不能给他买些书 老爸请问他买书干啥 看电视不香吗 这话让别的孩子听了 肯定高兴地跳脚 而马蒂是个有追求的小朋友 哪能让这么点困难难倒 第二天他就在黄页上 找到了图书馆的地址 独自穿越好几条街 去图书馆排队 马蒂才四岁 个头第一 在队伍里眼前都是屁股 他一个人来到图书馆 疯狂地吸收知识 图书馆里员看马蒂这么爱学习 就给他办了一张借书卡 马蒂拉着小车 带着十几本书回家看 不到三天就看完了 然后再拿车去拉 书越看越多 马蒂也逐渐长大 到了应该上学的年纪 他告诉老爸想去上学 老爸却说 开什么烦校 你才四岁 上哪门自学 马蒂解释 我已经六岁了 老爸把马蒂的书一张 转着他去质问老蛮 马蒂便解 全家人都说马蒂说谎 说他明明才四岁 好家伙 这父母是多狐狮子的女儿 就连他的年纪都不知道 被父母逼得没办法 他展示了一下精灵的数学天赋 老爸是个二手车贩子 爆出了这个月 十几笔收入和支出 让儿子算今天赚了多少 但儿子屁都算不出来 这时马蒂说话了 老爸还看账单 嘿 马蒂可算竟然算对了 老爸不但没有夸奖他 还诬陷他偷看了账单 拎着他就把他关进了房间 马蒂难过的哭了起来 马蒂决定报复一下 他偷偷了警父母的房间 把老爸的发油换成了漂白水 结果老爸的头发变成了白黄毛 只能带帽子出门 马蒂发现老爸转接的秘密 把报废的车修一修在高价出售 保险杠掉了 用强力胶水粘上 汽车里程表的数字太多 卖不出去高价怎么办 老爸有办法 轮胎转 数字就走失败 老爸用电钻连上了感应器 让电钻倒转 这下供应表随便调 这些报废车发动机的噪音感 老爸把银蟹灌入发动机 这样一个月内噪音就会变小 马蒂指责老爸这样是违法的 老爸却说 马蒂觉得必须惩罚一下老爸 把万能胶水拖在他帽子里 全家去餐厅吃饭 结果呢 老爸的帽子死活都去不下来 老妈用了一车 一个后轨扇 飞到旁边的餐桌上 老爸也趴在蛋糕上 这下球大了 回到家 老修成怒的老爸 下令在家叫完全听他的 全家人关了灯看电视 马蒂呢 却开着灯看书 老爸瞬间怒了 让马蒂关灯看电视 马蒂就是不关 气得老爸扯了他的书 还按着马蒂的头 必打看无聊的电视节目 马蒂压抑的情绪 竟然激发了他的超能力 他撕撕的电视 没想到 下一条 电视竟然直接爆炸 父母都吓坏了 决定送马蒂去上学 终于能上学了 马蒂无比的兴奋 这个校长太恐怖 学生上课偷吃糖 校长就会掐住学生的嘴巴 把糖一颗一颗捏出来 再把娶娶学生丢出床外 女生扎漂亮的马化便也不行 揪起女生的便子 就1200度旋转 像丢铁饼一样丢出圈 女生差点出到护栏上 还好飞了过圈 在草地上一个超级大花颤 校长总是开大会 把马蒂吓坏了 有个小胖偷吃校长的巧克力蛋糕 校长直接把刀拿了出来 小胖脸色都变了 同学们吓一跳 原来是惩罚小胖吃一块大蛋糕 小胖轻松吃完 他又拿出一个比脸盆还要大的蛋糕 让小胖全部吃完 小胖开始时还吃得挺高兴 渐渐的吃不动了 生无可恋的干脚 眼看叫兔 马蒂尖壮 站起来给他加油打切 其他同学得跟着马蒂一块 为小胖加油 小胖见这么多人 为他加油打切 瞬间来了精神 这正是收粉丝的好机会 把剩下的蛋糕全部吃完 把盘子都舔了个干干净净 小胖激动了举起盘子 气得校长躲过盘子 摔在小胖头上 所有学生都吓得赶快做好 幸好呢 马蒂的班主人温柔又善良 他现在的学生复习 又出了一道超难的数学题 没想到 马蒂却秒回答 老师都不敢相信 哪有口算这么快的 马蒂又重复了一次 老师拿只笔一算 我去还真是 老师马上一知道 马蒂是个天才学生 他赶快来到校长制 想让马蒂跳级 直接上五年级 然而校长说他学校 不许存在天才学生 直接把老师赶了出去 然而老师并不死心 又来到马蒂家里 劝说他的父母 马蒂老妈就说 学习好根本没用 不如嫁一个能赚钱的男人 这让老师十分的误语 第二天 马蒂就因为 老爸卖给校长破车 被校长关进了小黑窝 车门上都是长钉子 幸好老师及时发现救了他 校长又在体罚学生 一只手拎着学生的脚 把他倒着拎了起来 黑妹看不过 就在水杯里放了一只变色龙 校长根本没有看到 差点把变色龙哼了下去 学生们憋着笑 被校长发现 他低头一看 把他吓坏了 校长在讲台上丑像摆出 简直就是个丑猩猩 校长认为是马蒂做的 马蒂怒了 他精神集中盯着水杯 水杯一下子倒了 变色龙跳到校长身上 吓得校长走出了教室 马蒂把超动力的事 告诉了老师 让水壶飘在空中 老师觉得不可思议 老师告诉马蒂 校长是他姑妈 小时候妈妈过世 姑妈来照顾他 没多久 爸爸也过世了 姑妈把老师赶出了别墅 老师很想回到家里 拿回母亲送给他的娃娃 马蒂趁校长出门 拉着老师回到别墅 没想到校长很快就回来了 跟校长玩了个捉迷藏 两人从地下室逃走 马蒂回了家 开始练习超能力 一年一物 写中一个麦片连起 这要是整个麦片盒子 有超能力的女孩有多牛 想吃早餐 只需眼睛一动 麦片就到进碗里 吃饭不用走 开灯全靠置 挥挥手 房间里的所有东西 都听他指挥 简直开舞会一般 这下可以去对付校长了 夜晚 马蒂来到校长的别墅 顺着梯子爬上对面的屋顶 拿起方案镜 观察对面的情况 用超能力打开别墅的台灯 看见了老师的娃娃 用一年打开窗户 娃娃慢慢飘出窗外 忽然被狂风吹到树上 马蒂再次发动超能力 让娃娃飘到自己怀里 马蒂决定整骨一下校长 他用一年 把校长始终跳到整点 又移动沙发 让校长一屁股坐在地上 接着控制电闸 让灯光不断闪烁 又打开所有的窗户 屋内瞬间妖风大作 本来就迷信的校长 吓得瑟瑟发抖 马蒂呢 把校长的画像 拆下来丢在火炉里 又把老师爸爸的画像 挂在墙上 随后 马蒂让钟不停地抱石 制造冤魂索命的假象 校长被吓得 开车就要跑 马蒂走在树后投校 却没有想到 红发带被校长发现 他一眼就认出 是马蒂的发带 第二天 马蒂把娃娃给了老师 校长一把抓住马蒂 找他算账 然而 马蒂根本就不害怕 他用意念 控制分笔写字 模仿老师父亲的口吻 说是校长害死了自己 让他卷不开走人 把房子还给我女儿 否则他就让校长死 本来就问心有愧的校长 被吓得活都没了 随后 马蒂又控制黑板猜 对着校长就一顿狂拍 拍得他灰头土脸 摔倒在地 忽然 他站了起来 抓住一个学生 像投标枪一样 丢出窗外 马蒂赶紧用意念 控制了同学 他非但没有落地 而是在空中飞了一圈 校长一头撞在地球以上 运头转向的他 起身转过了教室的门 学生们看着校长出手 都开心极了 受够了校长欺负 学生们纷纷开始反抗 大家拿出零尺 投降了校长 校长被吓得 开车落航而逃 他再也没有回来 老师呢 成了学校的新校长 也如愿办回了自己的别墅 马蒂的老爸 违法改装二手车 终于被发现 一家人只能搬家 然而马蒂却不愿意走 他拿出来提前准备的领养协议 父母想都没有想 就签了协议 从此 马蒂和老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本面叫马蒂而答 本期问题 大家觉得 人聪明到一定程度 会开发出大脑里的其他功能吗 比如过目不忘 一年一物啥的 马蒂太聪明 从小就过目不忘 这种能力 据说是有的 他们会把想记住的东西 看一眼后 就像照片一样 存在大脑里 然后序号的时候 就能提取出来 大家也可以试一试 先从简单的几个字连起 本篇好看 欢迎去看原片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伯乐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